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觉得它让我很开心 让我看到了一个人对生活的热爱 觉得它好可爱 很多的人 他们并没有因为自己肢体的残缺 而对生活失去热爱 失去信心 他们依然很乐观 很阳光 它是龙亚中的文盲人 就是龙亚学校它没有上过 小的时间天不明 这个父辈的就起来把萝卜洗好 就骑上那个自行车 就是后面能放五六代的萝卜 一个代都100多斤 那天早晨 然后人家就喊他 他爸就没有起来 然后他就在他爸爸 那个怀里面 他爸爸就一进去吃了 他小的时候 我爷爷奶奶的奇葩 吃了那个 在爷爷奶奶家吃一口 在我们家吃一口 这孩子的命挺苦的 没吃没想过 去跟他看了一个专家 我陪他一块去的 因为他没父母 然后医生说的应该是他这个晚了 他哪怕能听到 他还听不 理解不了什么意思 他一直呢 这个比较聪明 被逼嘛 生活无奈 他只能使劲干 没没能干 他一直这个成绩呢 就是说这个 在工厂里面 一直比较好 他这个中间呢 也消极过 回到家之后 就说这个 什么也干不了 对吧 没有一技之长 也不会说话 后来在他爸爸分上哭 说自己要自杀 春节之前 我说我们一块回老家 他说他先不走 他要等着春节 他比着那个 说你现在结婚了 你们有孩子了 什么也没有 房子也没有 女朋友也没有 要挣钱 平常 我经常给他发信息 大部分时间 他都说 我没时间 我要上班挣钱 我给他发微信 你要说多了 他就不懂 他说你在干嘛 他给我发位置 他说在村外卖 风雨无阻 他说外卖呢 但是他听不懂 交通法呢 还不懂 去年有好几次交通事故 就是撞的都比较厉害 有一次撞的最厉害的 我耳鼻后都出血 然后颅内出血 我们一家人都坚决反对 不让他去再从外卖了 搞好命都没有了 刚刚歇了那几天 不行 他说他还要去从外卖 他说他不去干这个 你让我做什么 就是我没有什么意志 爷子经常被别人投诉 回来就得给他弟弟啊 有时间晚上回来生气 老是他弟弟老是给那个外卖呢 给别人解释说不容易 能不能给他取消怎么样 但是有些年轻人 他有些小年轻人不听你的 没想到这么的 一下子给大家感觉很暖心 我都为他感觉很骄傲 真的 生活给他了这么多苦 他都没有放弃 其实我们也不希望 社会上说给他什么 资助啊或者怎么样 我想能通过这个事 大家更多的观众到这个 才能有更多的创业的机会 就是不要去做这么危险的工业 我会看见 你真是没想到 你真是没过 都没想到 你真是没想到 了 还有